好了可以packing的啦 真空包裝pack起來放進冰箱 要吃的時候拿出來蒸和滾魚湯喝 非常之好喝又健康的 魚要乾身了 否則連魚腥的醬汁都吸進去 封緊它 真空包裝的魚完全是沒有freeze 魚已經湯乾淨了 所以你就會看到有很多血淋淋的 因為裡面的腸質已經清乾淨了 全部放進冰箱